哈喽 大家好 今天来分享一个技巧 就是做这个口袋 那么这个就是比如说要做衣服的口袋 或者包包的口袋都可以 现在预备这一块的布 这块布折起来的这个长度 就是那个袋子的长度 如果你要长一点的话 那就可以加长它 那么我今天就做比较短一点的 只是做一个的示范给你们看 那么在这边上面我就空一个个3cm就可以了 那么长度自己喜欢 我这里示范10cm 那么画的时候呢 大概是要这样子画哦 就是中间空0.2cm就可以了 然后我就车在 比如说我要在这里做个做个袋子的话 那我就车的时候 就跟着这个线来车 车一个长方形出来 这个长方形非常细小的哦 那么现在已经是车好了的 这样子 那么车的时候呢 然后要沉迷一点哦 等一下才不容易破掉 现在要割出来了 那么记得割的时候呢 不要割破去哦 尽量在中间这里来割 割一个洞出来先 然后再用剪刀去剪它哦 要非常的小心 这个就剪一个像Y形这样旁边去 剪去脚那边 这里也是一样 就剪旁边一点了 不要剪断去哦 然后就把这个塞进去这个洞里面 塞进去过后呢整理好来 然后要用运动的把它运平去 然后要用运动的把它运平去 这个也是要运平去 现在已经是运平了哦 那么前面看起来是这样子的哦 这个就是带子 然后后面要把它折起来 就折起来 折起来呢 这个要拿上来 那么在这边呢 车给它往 就是不要折到这块布哦 就是这样子拿起来 折往它到这里 那这个已经折好了 就翻过来 翻过来就是一个口袋了 这样子 如果坐在衣服呢 也是会很好看 但是如果你要看到一点点 里面的配色很重要 就是说如果你外面的配色 这个呢 是红的话呢 里面呢 你可以不用红 你可以其他颜色 这样会看到一点点也很好看 那如果你是坐在包包的话呢 那当然是这样口袋是比较不适合哦 那你就前面做一个盖子 这样子 测一个盖子这样盖下来 也可以 那这个呢 这个呢 就比较适合在于 这个裤子啊 衣服的用途哦 你可以试试看做这样的一个的口袋 好今天就学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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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